文化大学大典馆火灾 北市建管处说 公安申报合格在案 文化大学大典馆昨天发生火灾 有学生向苹果爆料指出 火灾当下8楼紧临未想 也没有启动自动洒水 而且大典馆的7、8楼根本是违建 台北市建管处证实 大典馆6楼到8楼是1994年以前的寄存违建 依法得列入分类分歧程序处理 暂免查报拆除 校方曾委托开业建筑师不领建造 但因有缺失驳回申请 建管处将多处校方尽速完成补照程序 建管处发言人洪德豪表示 依规定学校类建筑物 每两年做一次公安检查申报 大典馆有依法办理建筑物 公共安全检查申报 并经专业检查人检查签证合格在案 对于学生反应套生动线受阻 以及怀疑使用毅然建材 建管处也不排除检查人可能设有签证不实 检查人是否有设计签证不实 这个部分建管处等消防局调查完 这个活在现场之后 会后续为派人现场再做活查 建管处强调如有签证不实 可依建筑法91条 对公安签证人员储6万到30万元罚还 如果是校方擅自变更建物 也可对消防开罚 教育部也立即要求所有大学 一周内就校内所有建筑校舍进行整体消防安检 并全面检视学生校外居住安全 文化大学则表示 大典馆有40多年历史 在1971年适逢建筑法规修订 造成校舍办理补发使用执照 需经历繁杂的行政程序 2008年2009年都以一教育部规定 完成耐政评估及结构补强 2015年委任建筑师不领使用执照作业 并且每季向教育部报告 去年演绎最新消防法规更新消防设备 各年度都依法进行建物公共检查 和消防安全设备检修申报 火灾发生后 学校会确实调查原因 并对校内其他建筑物再次进行全面清查体检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执照 文活你会有推荡 这都要应该翻唱到多种 我从准备 都得翻唱到多种 我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执照